全文故事一上一世 我被闺蜜和渣男联手迫害 患上抑郁症 一蹶不振 最终跳楼身亡 网友还骂我命见活该 而我闺蜜却升职加薪 嫁给我男神 重活一世 我给我闺蜜绑定了恋爱脑系统 看着她一秒钟爱上八个男人 哭着喊着 要为男人去卖身卖血的样子 我笑得好大声 而我重生了 重生在研究生毕业以后 我成功竞聘 入职了我闺蜜邱燕所在的那家公司 成为她的同事兼上司 那天下午 邱燕挽着我男朋友的胳膊 出现在新员工入职的欢迎聚会上 我端起杯红酒抿了一口 冷冷地看着她 小鸟依人地 依偎在我男朋友的肩膀上 姜默 实在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要跟你抢男朋友的 秋燕轻声道 语气里的轻浮和得意 让我想拽着她的头发 往墙上撞几下 默默 路程刚开口 我一杯酒 直接泼到她脸上 然后转身就跑 我听到路程在身后 喊我的名字 我洋装没听到 打了辆出租车 逃离现场 车上 我终于忍不住心里的情绪 捂着嘴巴笑出声 三秋燕和路程能在一起 我喜闻乐见 路程是个什么狗东西 我比谁都清楚 她是我上一世的老公 也是把我推向地狱的罪魁祸首之一 说好听点 她是体制内吃黄粮的公务员之一 只不过是被赌博给祸害了 说难听点 她就是个贱货 说她是个渣子 都便宜了她 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浪费土地 上一世 我被邱燕窜夺着 跟路程谈恋爱 嫁给她以后我才发现 这人是个不折不扣的赌徒 我的钱被她搜刮得干干净净 连口饭也吃不起 我肚子里的孩子被她一脚踹掉 我闺蜜邱燕一脸无害地对我说 默默 坚强一点 等她改了 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转身又给路程出主意 让她拿我去抵债 我被灌醉了 送往债主家中 被折磨凌辱 最终失去了生的希望 我跳楼自杀了 我死后 不知道哪里传出来 我那晚被凌辱的视频 我被议论 被网爆 他们都说 我是心甘情愿当人家的玩物 他们说我嫁给路程这样的赌徒 本身就是瞎了眼 还愿意为了她去献身 简直是不知廉耻 死了活该 还说我爸妈养我不如养快插手 就应该一出生就掐死我 我闺蜜兴高采烈地操纵着这一切 姜默 你活该 她刷着手机上的视频 笑得合不拢嘴 谁叫你当初抢了我的宝颜名额 现在我还不是能弄死你 哈哈哈哈 我的灵魂就站在她身后 原来 路程的主意是她出的 那些视频也是她放出去的 我感觉 我像一条无助的流浪狗 那一刻 我的世界整个坍塌了 没过多久 她与我一直偷偷暗恋的男神结了婚 婚礼上 他们温情拥吻 谁也不知道 她曾经还有一个愿意为了她拼命的闺蜜 我不甘心 我怨气深重 无法投胎 不知怎么的 我就重生了 或许我的怨气 连地府都容不下 所以 这一世 我重生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秋燕 绑定恋爱脑系统 秋燕的恋爱脑美爆发一次 系统就会奖励我一些好处 秋燕 我遭过的那些罪 你也该尝尝了吧 四回到家 路程还在疯狂地给我发消息 默默 对不起 是秋燕勾引的我 我没有答应跟她在一起 求你放心 这辈子 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 秋燕也给我发消息 江默 你长得漂亮 学历又高 一毕业就做了公司管理层 你已经这么幸运了 就不能把男朋友让给我吗 对 我是在追她 我喜欢她 江默 无论你愿不愿意 我一定要和 路程在一起 我躺在床上 笑得直打滚 这时 手机余额也迅速加10086 我激动的双手 颤抖给她回消息 好啊 那就祝你早日成功 与路程白头偕老好了 祝你被她抽筋扒皮 永无翻身之日 恋爱脑不是个好东西 希望你能多犯几次 从那以后 丘焰更是疯了式地追路程 俨然一个小迷媚的模样 路程骂她脸皮厚 她说她超爱 毕竟脸皮厚也是一种优点 路程嫌她烦 推扫她 她说 她就喜欢这样 有男子汉气概的人 丘焰看我的眼神 就跟看贼似的 她对我说 默默 既然你已经答应 把路程让给我 就麻烦你离她远一点 不要打扰我们联络感情 于是我每天下班 都躲着站在楼下等我的路程 然后看丘焰激动地冲过去 要路程抱抱 结果被路程一把推开 人来人往地写字楼下 丘焰的死皮赖脸 和路程的嫌弃 很快就成了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丘焰冲到路程家里 给她做饭 结果被撵出来 接着 她又偷偷撬班 到路程单位去接她下班 被领导发现以后 骂了个狗血喷头 甚至上班的时候 打电话给路程说些小情话 光看她那疯狂的样子 我甚至会以为 她找了个国际首富当老公 我路过她的工位 直接扣了她一千块钱工资 而系统直接奖励我八十万 看来 我变成富婆 指日可待 丘焰 求求你追路程 再追的风一点 我脸上洋溢着压不下去的笑容 内心狂喜着 努力冷静下来 问她上班期间 做这些小动作 是嫌自己工资太高了吗 丘焰一正 江沫 你公报私仇 她疼得从座位上弹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嫉妒我 丘焰那样子 就像一只急着护士的狗 你明知道路程喜欢你 为什么不离她远一点 你就是想跟我抢 你就是见不得我好 我一巴掌抽在她脸上 你追的那个傻臂男 就是跪下来求我 我也不会跟她在一起 我双臂抱胸 看她对我逼逼赖赖 麻烦你清醒一点 看好男朋友 如果她再打扰到我的正常生活 我报警你信不信 丘焰捂着被我抽红的脸 挣了好半天 你打我 我点头 是啊 我打的就是你 丘焰咬牙切齿地盯着我扮上 突然朝我扑过来 我一把 按住她的肩膀 与她扭打在一起 周围的同事都惊呆了 过了好一阵 我俩才被分开 丘焰头发凌乱 我的衬衣扭扣 也被她扯下一刻来 无耻 她指着我骂道 行 那我无耻到底 也不是不可以 我转身跟领导提议 与丘焰无法和平共处 需要将她做调离处理 当天下午 丘焰就被调离重要岗位 因为她有损公司形象 最近工作极不认真 还数次与领导发生冲突 被调往保洁部门做卫生工作 再见面的时候 我正在研究新的项目方案 丘焰进来打扫卫生 她故意将我的纸质方案打湿 一脸的阴狠与得意 我也不惯着她 一脚踹飞了事 那天 她被罚打扫了所有厕所的卫生 我听见她在洗手池边大声呕吐 恶心吗 恶心就对了 我打开手机 给她放了一段录音 丘焰那个大傻X 要不是看在她愿意 为我花钱的份上 我看都不想看她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一个宝洁 也配得上我 呸 吐那是 我跟陆成见面时 她对我说的话 丘焰发疯一样追陆成 陆成却丝毫不领情 以陆成的尿性 若说是以前 或许陆成还乐意 跟丘焰玩个暧昧什么的 但是现在丘焰成了个清洁工 跟她在一起 陆成不仅榨不到多少油水 还觉得 有个这样的女朋友 丢了她的脸呢 自然是像躲温神似的 躲着丘焰 生怕她在缠着自己 另一边 又使出浑身解数 约我出去吃饭 想要为我赔罪 跟她重新在一起 笑话 上一世踩的坑 这一世我 还能再踩一次不成 不过这一次 我将计就见 她约我 我就去 卫生间的镜子里 丘焰抬起头看着自己 接着 又扭头看向我 你为什么总是跟我过不去 我勾了 我勾了唇角笑了 是你男朋友追着我不放 我有什么办法 你家不是有钱吗 那我们且看看 用钱留住她的心 你能留多久 丘焰哭喊着冲上来撕住我的衣领 我冷静地喊来保安 将她插出去了 镜子里 我也看着自己的脸 有几分陌生 我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了 我决定将她和丘焰一起送入地狱 我在丘焰阴狠的目光下 甲义与陆成一起下班 一起吃饭 然后 在陆成等不及了向我借钱的时候 我把自己认识的小额带公司的客户经理 推给了她 我知道 陆成又赌输了 像她这种没脑子的赌徒 迟早要输的 裤衩子都不剩 我死也不会再借钱给她 上一世她吃人不涂骨头 这一世我让她尝尝 什么叫肝肠寸断 我说 阿成 你这样读 很难赢大的 我认识一个 祖彩 赢了套房 你要不要多投一点试试 陆成问我 你会玩祖彩 我说 略懂一点 不过 这玩意也靠命 要是没这个命 就算了 安安稳稳拿死工资 也不是不行 不过 死工资可买不到房子 估计想结婚的话 够呛 陆成 哪来钱买房啊 我也研究研究 祖彩去 看能不能赢一套 我加了一块虾球 塞进嘴里 味道不错 你当然不会有钱买房 但是我有 我打算用系统奖励的钱 买个大平层 潇洒潇洒 当初 嫁给陆成之前 我没发现他好赌 他问我借过几次钱 我觉得没什么 在能力范围内 也就都给了他 谁想 后来他一发不可收拾 我受不了要离婚 却被要求 还几百万的夫妻 共同债务 差点没被逼死 赢一套房 你想的可真美 我看向落地窗外面 邱燕正躲在 公交站的路牌后面 看着我们共进晚餐 下雨了 他依旧站着一动不动 我跟陆成吃完了饭 走出门 然后 我当着他的面 将陆成的衣服拉链 拉上去 贴心地提醒他 别感冒了 陆成看着我 嘴角抽动着 接着 他俯身 笨拙地 想要亲吻我 我忍住恶心 将头扭过去 说道 从今天起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 毕竟 邱燕是我的好闺蜜 她喜欢你 我不能伤害她 陆成轻轻捧着我的手 可是你别忘了 曾经我们才是真正的侵略 六正说着 邱燕从我身后窜出来 一把推开我 姜默 你明知道 我喜欢陆成的 你为什么勾引她 你无耻 不要脸 啪 沉重的巴掌声 落在邱燕的脸颊上 陆成指着邱燕大骂道 你就知道 坏我好事是不是 滚啊 阿诚 阿诚对不起 你还想要什么 我都满足你 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只要你愿意爱我 邱燕大哭着坐在地上 抱着陆成的腿污叶道 陆成一脸烦躁 往邱燕肚子上踹了好几脚 气急败坏地扬长而去 邱燕还坐在地上大哭 满脸的雨水和泪水 身上沾满了泥土 旁边围上来 好多看热闹的好事者 我往后退了几步 飞快离开 于她 我已经没有半分同情之心 上高中的时候 邱燕被霸凌 我冲到她前面 上大学的时候 她前被骗得一干二净 我省吃俭用 打工借钱给她 自己学习不认真 保研的时候 想通过捷径蒙混过关 失败了 还怪在我头上了 邱燕 上一世 我死在你手上 这一世 你也该还我的命债了吧 听说陆成真的去赌足彩 结果又赌输了 邱燕请了好几天假 再见她的时候 厚厚的粉底 也难以掩盖她脸上的伤痕 陆成赌输了以后 邱燕想趁此机会安慰她 做她最坚强的后盾 结果被陆成当了出气筒 又被打了一顿 我喜闻乐见 而她也甘之如鱼 来了公司以后 她到处借钱 没人知道她要钱干什么 也没人愿意借给她 只有我知道 她借钱是为了帮陆成还赌债 她认为 只要帮陆成还清了钱 陆成自然会被她打动 愿意与她在一起 我对陆成说 人家邱燕对你多真心呀 答应跟她在一起 不好吗 陆成嗤之以鼻 她说 只有我才懂她 我懂赌博 我也知道 哪里可以弄来钱 邱燕那个臭女人 半天了几万块都错不来 居然还说她爱我 除了会说几句好听话 她拿什么爱我 我喝了一口咖啡笑道 瞎说什么呀 她凑几万还不简单 邱燕不是有套房吗 虽然地段不怎样 不过还你的钱 还是绰绰有余吧 如果她是真心爱你 应该会卖了房子 帮你还债 看到陆成眼底的一丝窃喜之后 我就可以放心了 欺赌徒是没有三观的 陆成不知道 我不懂赌博 那点专业知识 是我胡周的 我也不知道 哪里能弄来钱 于是我用陆成的名义 借高利贷 雪球越滚越大 马上就要雪崩了 邱燕借不到钱 真的为了陆成 卖掉了自己的单身公寓 还了陆成债务的一大半 这一壮举 令我无比震惊 同时也买通了陆成 与她婚姻的入场券 而她这一次恋爱脑的大爆发 让我直接被系统奖励成了富婆 我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 数了好半天 以后面有几个零 我的妈呀 我不用努力了 与陆成在一起以后 邱燕马上挺着了腰板 在我面前 突然就有了十足的优越感 我在心底冷笑 等着吧 你的好日子才当当开始 陆成有个极品妈 够她喝一壶的 果然 没过几天 陆成的极品妈 就闹到了公司里 说是邱燕明明 跟他们家陆成结了婚 出了门 还跟其他男人眉来眼去 是个当夫 哦 怪不得 我银行卡里的钱 刷刷刷地涨 原来是恋爱脑幼犯了 邱燕 我可真是谢谢你 我打开办公室的大门 看着我那上一世的极品婆婆 撕着邱燕的头发 把她丢在地上打 邱燕拼命护着脑袋 仍然被打得头破血流 我看着时候差不多了 冲出去 一把拉开老太太 住手 我报警了 八老太太指着我的鼻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管我们的家事 我算什么东西 我是你前世最看不起的儿媳妇 姜默 走啊 一起去警察局喝茶呀 我带着邱燕 去医院做了轻伤的伤情鉴定 告老太太 故意伤害 致人轻伤 老太太恨得牙痒痒 她说 要么让她死监狱里 要么出来弄死我 我可真是怕怕啊 你是个什么德行 我不清楚 欺染怕硬 邱燕恋爱脑又一次发作 被路程吼了几句以后 急忙撤诉 同意私下和解 老太太被拘留了几天 受了些罪 一出门就把气都撒在邱燕身上 啪啪两巴掌轮过去 邱燕的鼻血哗哗直冒 路程也不管 她嫌邱燕在后面走得太慢了 我躲在后面拍下来 连同那天在我们公司里 他们一家人的大闹视频 一起发了出去 顺便还买了热搜 他们全家都火了 邱燕因为有损公司形象被开除了 临走的时候 她不忘撂下一句狠话 姜默 我一定不会让你抢走路程 我脑袋炸了 都这一阵子了 还在考虑自己男朋友 恋爱脑的女人果然没救 我白了她一眼道 放心吧 路程这种烂货 也就你这样的 SB把她当成宝 而邱燕的极品婆婆 因为家暴 天天被网爆 他们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 全部被人肉出来 听说天天有人给她打电话骂她 还有人给她寄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比如巴巴 还有人站在她家楼下 网上扔石头 砸碎了窗户 她缩在卧室里 吹了一晚上冷风 第二天就发了刀烧 邱燕没日没夜地伺候了老太太好几天 老太太顺势让她别再找工作了 就做全职嘱咐 伺候一家老小爸 邱燕答应了 看吧 恋爱脑 不得了 这一次 我获得的奖励是技术大赛的入场券 这是我最猛逼的一次 毕竟这种大赛 我是不乐意参加的 我问系统 说好的不劳而获呢 系统回我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嘛 加油 江总 我疯狂加班一星期 终于赶出来一份还算不错的汇报 PPT 然后拿了本次大赛一等奖 丁 系统提示 十点钟方向是你的正桃花哦 我站在领奖台上 眼光往左边扫过去 正 正男 他跟上一世一样帅 那曾经是我的男神 不过他向来高冷不好接近 我从未跟他表白过 后来 我死了不久 这男人就被丘焰追到手了 空有一副好看皮囊 其实那里一包是 这 是我的正元 这时 侧门打开 今天技术大赛的激烈 让我见识了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我们江山集团有大家 才是有未来 我见过他 在电视上 我们集团大boss 季川 久有能力的人 总是那么熠熠生辉 无论男女 比赛结束以后 听说有季川在接受采访 我忙跑过去看 我不恋爱脑 但是帅哥还是蛮赏心悦目的 季川比我想象中年轻多了 身材奇长 皮肤白皙 站在镜头前一举一动 都有种霸总的压迫感 人群中 他突然往我这边看了一眼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脸红了 这恋爱脑系统 绑我身上了 系统 你要想绑 也可以 我 滚蛋 邱燕的结婚喜帖 很快发到了我手里 他甚至高高在上的 又对我说了一句 默默 这下你没有机会了 虽然陆成曾经被你蛊惑 想要追你 但是他还是决定 跟我在一起了 承认吧 你也有输给我的时候 我冷笑着点头 没机会的不是我 是他 自己找了个赌徒 还高兴得不得了 赶紧先把身上的伤 想办法遮一遮吧 邱燕和陆成的婚礼很简单 请来的宾客也很少 毕竟办得隆重一些 可是要花钱的 我随了他的愿 去他们的婚礼上 见证这一幸福时刻 顺便 送上我的祝福 邱燕 陆成 我们两世的恩怨 马上有个交代了 当婚礼主持人 介绍完两位新人 播放视频的时候 全场突然一片哗然 邱燕和陆成 还沉浸在婚姻的喜悦当中 台下的窃窃私语 已经变成了大声议论 我没有落座 站在墙角看着大屏幕上 邱燕抓着摄影师的胳膊 要微信 除了摄影师 还有婚礼主持人 要说摄影师 还是个证人君子 一点机会也没有给邱燕的话 婚礼主持人 就只能说 是个禽兽了 一看送上门的菜 哪有不吃的道理 两人直接不顾人来人往 就抱在一起亲吻 台上 陆成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台下 我脸上的兴奋 溢于言表 邱燕随时随地 都能触发恋爱脑 我找了个私家侦探跟着 果然处处是惊喜 这两次恋爱脑发作 我又被系统奖励了五百万元和升职机会 简直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爱着系统爱得发狂 这一阵 一道绿光直直打在陆成头上 陆成一咬牙 直接将手捧花抢过来 扔在地上 一脚把秋燕给踹翻在地 石陆成 陆成你听我说 滚 你简直就是个贱人 滚 我是爱你的呀 陆成还准备再补一脚 被几个工作人员现场拉开 秋燕哭得梨花待雨 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宾客纷纷离席 甚至不知道谁报了警 至此 一场婚姻变成了闹剧 我从后门溜了 第二天这场闹剧上了新闻 一夜之间 陆成和秋燕火了 视频被传的到处都是 陆成要离婚 秋燕不愿意 哭哭啼啼 又绝食又上吊 闹得两人都闹不动了 这才告一个段落 陆成赌气 好几天不回家 白天上班 晚上混迹各大赌场 这回真的输得连裤衩子都没了 因为还不上钱 他险些被债主打断一条腿 逃出来以后 他给我打电话 说想约我见一面 电话里 他抱怨着种种对秋燕的不满 没钱 还给他戴绿帽子 我安慰完他以后 整理好电话录音 和陆成赌博的一切证据 提交检察院 陆成坐牢是不可能 只是工作保不住了 毕竟体制内 作为人民的公仆 公民的榜样 自己赌博赌的家都不回 输得一无所有 国家怎么可能养这样的废物 与此同时 我升职了 张明海的跳槽 显得我就跟老天爷 追着喂饭似的 我成功做上了 部门总经理的职位 成为了部门一把手 虽然我上一世 被秋燕和陆成害得惨死 可是我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 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是很厉害的 工作步入正轨以后 我马上带着大家 把业务技术发展到了第一名 于是 我也终于有了接近技穿的资格 不过丢人的是 第二次见面 我晕倒了 因为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 再加上我正好生理期 我一见到技穿 嘴巴刚刚张开 话还没有说出口 就直愣愣地倒了下去 醒过来的时候 我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听说 是技穿把我给抱进来的 你男朋友真帅 负责我这一病房的护士说道 眼里满是羡慕 我看着已经被姨妈血渗透的裤子 生无可恋 妈的 都射死成这样了 再帅有个屁用啊 钉 五百万元到账 我掏出手机一看 感情系统又奖励我了 有一段时间 没有邱燕的消息了 仇人再见面 竟然是在医院里 技穿为我办理的出院手续 我跟在他身后 被他包得严严实实 邱燕刚做完流产手术 灰头土脸 妇科门整处的香剧 有种不可名状的戏剧感 邱燕又添了些心伤 她看着我 没说话 我看了眼鸡川 也没说话 她倒是贴心 知道我裤子脏了 来借我出院的时候 拿了几条新裤子 说是不知道 我喜欢什么款式的 各样买了一条 我老脸红的 跟猪肝似的 上一试 我跟陆成发生口角 被他一脚踹掉了孩子 这一试 有人替我挡了这一脚 伴上 邱燕说 我们还会再有孩子的 哈 这该死的好胜心 而陆成 听说没了工作以后 彻底陷入赌博的 漩涡出不来 前段时间 又被所谓的内幕消息 骗走了五百万 这一下 她可没房子卖了 和邱燕分别的时候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 默默 可以 可以帮帮我吗 我还没有开口 身边的季川 就帮我把邱燕的手拉开了 这位女士 你老公欠我的三百万 如果还不还的话 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邱燕脸色一阵苍白 虚汗顺着太阳穴流下去 我问季川 你借钱给她干啥 季川说 怎么 我名下就不能有几个放款公司 那三百万 跟滚雪球似的 现在加上利息 少说六百万起 用季川的话来说 一百万卸一条腿 她这六百万 人都得陷没了 我坐在她的副驾驶上 瑟瑟发抖 怎么跟个黑帮大佬似的 十一季川刚把我接回家 还没有下车 我就接到了邱燕的电话 默默 求求你救救我 求求 我心一沉 邱燕好像被几个人拖走了 她哭得断断续续 说有人要玷污她 季川把车熄了火 问我 救不救 我咬咬牙 救 我恨邱燕 恨陆成 上一世 他们把我卖出去抵债 我被玷污 以后就不想活了 我自然恨不得邱燕 也被带走凌辱 可是 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做出这样恶心的事 女人的贞洁 从不在罗群之下 同为女人 底线还是该有的 况且 邱燕刚做完流产手术呢 只是 想起上一世被羞辱的种种 我突然浑身酥软 打开车门猛地呕吐起来 季川似乎看透了我眼底的无力 决定独自一人前去 我被她安排在一处救工厂 等到季川救出邱燕的时候 一起过来的 还有路程 她已经被季川的手下 带去献了三次血 整个人脸色苍白 嘴唇毫无血色 季川是最后进来的 你老婆没有被卖 你算是又欠了我五百万 说吧 先献哪条腿 季川挽了袖子坐下 季哥 您吩咐我们照做 几个手下提着棍棒等着 路程一看 脸色更差了 季哥 季哥对不起 求求你放我一马 等我有钱了 马上就 对了 江牧 你不是说 你有个朋友赚了套房吗 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 让他代代我 我就跟一口弹卡在嗓子眼里 出不来似的 奶来的朋友 全是我瞎扯淡的 你做什么春秋大梦的路程 季川指了指路程的左腿 就先这条吧 几个手下立刻一回 接着 我听到了路程杀猪般的嚎叫声 秋艳下的嘴唇哆嗦 语无伦次 干脆跪在地上求我 让我跟季川说一声 留他老公狗命 见我不吭声 又大骂道 我去卖血 还不行吗 我去还不行吗 你们要的不是钱 你们要的是我老公的命 江牧你混蛋 你没本事 跟我老公在一起 你就要想办法毁掉他 毁掉我 你心肠歹毒 不是好东西 放屁 我还没有说话 季川一脚 把秋艳踹出好远 如果不是江牧求我救你 你现在早就被那帮人凌辱致死 你一点感激都没有 还在这说风凉话 秋艳不再吭声 哆哆嗦嗦地哭着 路程却真的被打断了一条腿 秋艳疯了一样 把他送往医院以后 医生说 那条腿没救了 路程的下半生 可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季川阴着脸 催了一声道 老子便宜他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季川比我更恨路程 那一晚 季川留在我家不肯走 他问我 你说我们这几天 也算是经历过生死了吧 我 季川 要不要谈恋爱试试 十二这恋爱脑系统 到底绑谁身上了 怎么季川也有点问题呢 我摇摇头 打开门 把他请出去了 怪了气了 我不算好看 家世背景又一般 这么个商界大佬看上我 除了他脑子突然出了点问题 再也没其他解释 季川站在门口 本来不想告诉你 可是我实在憋不住了 江墨 你知道吗 我是从上一世重生回来的 上一世我们错过了 这一世我绝不能再放开你的手 我冷笑 泡妞也请你 找个正常点的借口吧 万一我也是重生的 那不是离了大谱了 上一世 我的记忆里 就没有季川这个人 我的老公是陆成 我大学时期的男神是正男 再怎么 也轮不到他说 他是重生回来 要跟我再续前缘吧 说吧 我啪一声关上门 这世界上的男人 怎么没几个正常的呢 这时 我听到丁的一声 系统 他说的没错 你们都是重生回来的 只是时间不同 原来 我与季川 曾有两世缘分 第一是 我们是一对情侣 结婚前夕出了车祸 双双与命 也双双重生了 我重生回年少时期 并且被抹去了记忆 季川重生回大学 带着我们的记忆 却怎么也找不到我 他自然是找不到的 因为我考了与第一世 不同的大学 就此错过 等他找到我的时候 我已经嫁给陆成做老婆 并且经历了被压榨 家暴 整个人都没有惊其身 我们又一次重生了 这一次 我重生到了研究生毕业 而他 凭借着前世对陆成的记忆 先找到了他 然后找到我 系统告诉我 季川对陆成的恨 甚至剩余我 是他为了报复陆成 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 也就是 我最初介绍陆成去的那家 一切都像是一个圈 一些第一世的记忆 逐渐向我涌来 将我整个人都淹没了 我给季川打电话 在哪里 季川回复我 你家楼下呢 我飞奔下楼 与季川紧紧拥抱在一起 十三结婚前 我去见了邱燕最后一面 他已经疯了 精神病院里 他握着我的手 难难道 我不怪阿诚 都是我的错 我没钱给他还债 我还总出轨 默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我有老公 可是我还是会对其他男人有想法 我是不是贱啊 我没说话 看着他疯疯癫癫的样子 甚至对他没有半分怜悯之心 离开的时候 邱燕还在自言自语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见 我该去卖血 该去卖身救他 是我的问题 上一世 他将我彻底毁了 这一世 我毁了他 如此而已 婚礼上 我问季川 如果再重生一次 你还会像这一世一样 找到我吗 季川笑着捏我的脸 傻瓜 当然 突然 人群里 我好像看到了秋燕和陆成的脸 瞬间天旋地转 我听到了耳边的声音 叮 绑定成功 人生正在重启 十四番外 我是秋燕 在精神病院的第三个月 我捡到了人生重启系统 我这一生 都在与一个叫姜默的女孩较劲 她是我的闺蜜 却处处压我一头 从小 她就是我妈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她会为了给我出头被欺负 她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伸出援手 大家都说 姜默是最善良的女孩子 我跟她在一起 是粘光 是不配 我心里越来越扭曲 明明她对我好 可是 我却恨她 老实说 你学学人家姜默 为什么人家什么都优秀 你却什么都不如人 我妈说 你跟姜默那么好 为什么不跟她请教请教 怎么就只顾着玩呢 后来 我有了喜欢的男孩子 她也说 你跟姜默在一起 就像绿叶配红花 终于熬到大学毕业 我辛辛苦苦准备保研 却被她半路截胡 明明她说 不打算上研究生的 可却改变了主意 在她面前 我的一切努力 化为泡沫 我要毁了她 可是我失败了 我跟姜默撕破了脸 丢了工作 嫁了赌徒 我失去了一切 我在精神病院的后花园里 捡到了这个名 叫重启人生的系统 姜默 如果重活一世 我们的命运将会怎样 拭目以待吧 十五番外二 我是姜默 我以为 我的人生又一次重启了 我与秋燕的较劲 真的没完没了了 婚礼结束后 我才发现 人生被重启的 只有秋燕一个人 而婚礼上的一切 只是继穿安排好的 一个小插曲 我们都是重启了过 人生的人 也都在一次次的重启中 收获了爱 这是属于我们的 独特的纪念方式 而秋燕 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精神病院的院长说 她疯疯癫癫地念叨 自己有了新的系统 马上要回到十年前 大杀四方 现在 人不见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大杀四方去了 我有点意外 那家精神病院 我再也没有去过了 或许 秋燕一个人重生回去 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 又要跟我开始一场 殊死搏斗吧 不过 对于这一世的我来说 都不重要 当下 我也有了新的人生 你没有 词 咱们 咱们 你有 这些人 有 有 是 有